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环球追踪》的时间 我是叶不乐 这次我们会先看看环球股市昨晚的情况 见到市场忧虑全球经济前景 地缘局势不稳 引发环球股市下挫 美股一度曾经下跌 但是科技和能源股做好 令到大市跌幅显著受窄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和标准普尔500指数 已接近持平的收市 见到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昨晚跌了51点 收在17801点 而纳斯特克综合指数升25点 收市收在4766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未跌不够1点 做2059点 之后来看看 美国预托证券价格 和本港造价收市的比较 见到普遍都要下跌 见到汇丰教本港收市价低0.7% 而中移动就 本港收市价低0.4% 而中海游售为油价反弹 教本港收市价升1% 而中石化就向下跌0.72% 见到联通都靠稳 做10.66 中人秀教本港收市价低1% 而中石油都向下 教本港收市价低0.5% 就看看欧洲市况 见到欧债危机升温 触发欧洲股市下挫 见到伦敦富士100指数 昨晚收在6529点 跌142点 法拉克福德斯指数 跌221点 收在9793点 巴黎剧指数跌111点 收在4263点 而国际有加州 由5年的低位反弹 见到纽约12月期 由升77美仙一桶 收在63.82美元一桶 而伦敦波兰特旗游 就升6.5美元一桶 收在66.84美元一桶 至于有联储局官员指 联储局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 维持零利率的承诺不变 相关的言论令到美元回落 令到金价有支持 纽约12月期今急升31.7美元一盎司 收在1232美元一盎司 再来看看美元汇价 港元7.7529 日元119.482 欧元1.2382 英镑1.567 瑞士法郎0.9706 加元1.1448 澳元0.8293 纽西兰元0.7689 最后我们一起看看 美国国库知识债券的情况 十年期债券价格报2.22利 三十年期知识率2.88利 環球出中的时间先来到这里 以下的时间交给阿Mike 好 谢谢Vio 先介绍我这次的嘉宾 来自我们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员 王伟和Raffy 和我们讲一下外围方面的情况 Raffy早安 早安 刚才听到美股方面 够问来说是个别发展 主要都是市场忧虑 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 以及希腊方面的政局不明朗 也是的 突然之间宣布提前的总统大选 看到隔晚来说 希腊股市急错了近一乘三 其实三十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大家担心政局不稳 不如先讲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自己对希腊方面的政局是怎样看的 当然了 以昨晚来说 美股曾经跌了二百多点 都见到最主要的初段的跌势急 完全就是希腊方面的问题 因为为什么会突然担心 或者出回欧洲危机忧虑这个词语 因为少听了一两年的时间 但又再出回来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最主要都是希腊方面 真的突然间 国会方面宣布了下星期三 就会举行新总统的选举 原本不是突然间出来的 因为本身预计会有 因为之前希腊方面的国会 总统都被霸去 原本预期 是两个月之后 即是现在计算 两个月之后才选 即是下年一年初到 但这一刻就被原定早了两个月 突然间昨天宣布下星期三就会选 所以一来已经令到大家有点忧虑 因为一来忧虑就是可能 在这麽短的时间突然宣布 未必会选得到新的总统 二来又可能会是进一步 而因为选不到总统之后 整个政府可能会被迫 再进一步提早整个大选 即国会所有东西都重新选过 而如果以这麽行为 大家担心就是 如果真的重新选过的时候 可能会令到希腊方面 现在在民调领先的 反欧盟救援的政党赢了出来 那会有什麽事发生呢 因为刚才也知道 这些政党的理念方向 就是所谓反欧盟救援 即是变成他们最终贏了 或者立了大部份议席的时候 有机会是不让欧盟去帮 因为希腊这一刻 也有些声音是两极法 有些又觉得要求援 有些又觉得不需要自己搞定 那样 最终不需要人家救那批政党赢了 或者立了大部份议席的时候 大家担心在帮牽连到 可能他们会不会不用欧盟去救 但最终大家也知道 希腊这一刻 问题仍是比较严重 如果最终不让他救 或者不用他救 而慢慢走到打了球 或者各种东西的时候 这一点是令大家有忧虑的 说明上昨晚 突然宣布了这个大选 即是新总统提前选举的时候 已经令大家有点担心 而触发到 就是所谓欧债危机的忧虑 刚才提到 可能最终这样走的时候 那个忧虑性就会重新 所以特别你看到 昨晚一出了这消息之后 不要说美股跌了 其实特别欧洲的股市 特别希腊股市的大跌之余 明显一个东西就是债息方面 特别希腊国债方面的债息 又是筹股得很重要 就是变相来计 又是见到那个忧虑性明昏了 所以如果这样说的时候 拉回美股去看 虽然你看到最终收市 只是跌50点 鬆一点 就是导致 不是说特别多 不是1点左右 但我觉得也有这个忧虑的时候 其实变相在美股 也有这么高位置在走近的话 其实大家都不能忽视这个 所谓忧虑性 我觉得也有机会借势 会触发一些回调的风险 这当然要留意短期的证据因素 而另一边相来计 美股市除了留意欧洲 特别希腊方面的证据问题之外 有什么因素都需要去留意一下 另一边相来计 我相信也留意下个星期 美联署方面 都会举行这年最后一次的议息会议 当然重点不是说 这次会不会是加息各样东西 因为都知道没太大可能 始终只剩大半个月的时间 都应该不会在下个星期的议息里面 就宣布这些加息各样东西的事 但随着近期 特别是上星期 美国出的刚刚上去的就业数据 特别是非农方面来说 都新增32万份有多 变相这个数字是非常之好的 当然之前也说过 有些声音觉得这个数字好 完全是在短期性的因素 特别是为了应付 例如12月的时间 一些聖诞节假期 或之前感恩节假期 而令到很多职位 多了出来才有这么大增的现象 但这样说 纵使你这些短暂性也好 但怎么说也好 你都连续差不多 六七个月以上 是超过20万份的数字 不得都说 只要一段时间 能够飞龙上20万份流上的时候 都意味着 加息的看法 或加息的步伐 是有机会出来的 雖然下星期二星期 刚才说到的 没什么机会说加息 但为什么大家有这个 就是看比较重的因素 正正就是数据上 这么好的时候 其实这一点 又会令大家重演 就是下年 特别是加息的看法 又会在 甚至乎 今次反而的注视点 除了一般的 譬如维持低息 这个因素 是会继续之外 就是那个 相信也会继续之外 反而留意到当中的字眼 因为之前一直都说 低息的时间 就是那个时间性 是有所谓一段合适的时间 这句东西在 这句话 究竟是因为近期的数据比较好 而真的删除了 或者各样东西 所以这一点都会留意 所以我相信短期来说 五个美股 会随着一来 欧洲方面的正局因素 可能有借势整固之余 更加下星期就有个意识 我相信整个美股 可能在整固得来 都会比较反复一点 所以在近期高昂里面走近的时候 大家都需要小心一点 特别以这一刻来说 都仍在17,800点的时候 我觉得短期真的有个 借势的调整 整固的话 其实真的不排除 可能会试一试 大概挨近17,300 这些边位 都不出奇 所以以美股来说 我相信后市要短期再突破 再向上的机会性 就未必太高 但反而向下震荡 或反复的机会 其实我相信还在这 好 跟进一下 恒指方面的最新表现 见得竞价时段 现在43点 在23,442点开始 现在恒指跌19点 最近23,466点 国企指数 升25点 最近11,357点 其指方面跌47点 最近23,450点 低水16点 成交方面 暂时就7,000多张 大致成交暂时就81亿 跟着就是A股方面的最新表现 见到上证指数 升幅不超过1% 最近2873点 深证城市升超过1.5% 现在正在1,0255点 互心300指数 升超过1% 现在正在3,137点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继续开市感浪的环节